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Neil,我是可可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Neil, what time is it? 啊,222 什么鬼 222 哦, got it,刚刚没听清楚啊 其实呢,Neil老师说的是 两点差二分,也就是1点58 是的,你看你都没有反应过来嘛 可可,今天早上,哎呀,有点不行啊 不是,这个是剧本需要 哦,演得不错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怎么用英文来说时间 刚刚Neil老师说的这个2 to 2 就是一种很常见的描述时间的方法 意思是几点差几分 比如说咱们说5点差10分 我们说10 to 5 对,这种方法呢,是用于准备到这个整点的时候 比较靠近了,你才用 对,这个叫就近啊 比如说这个6点05分 咱们其实没必要说成 55 to 7 7点差55分 这还是有点奇怪的 对对对 不然你的脑子里面要飞快地转一下 算计一下 哎呀,到底现在是几点呢 当然,这样的就近原则啊 我们同样适用于另外一个用法 它就是 抢答成功 为什么女儿和我说一样的话 我看了你 对不起,对不起 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6点05分啊 咱们叫做5 past 6 5 past 6 就是5分钟 然后过了6点 叫做6点05分 嗯,除了这对past和这个to之外呢 还有一种更加普遍的用法 也就是直接读这个 小时和分钟的数字 比如说这个8点40 叫做840 840 这个读法呢 可以在所有的情形下面使用 但是你想要选得更地道 更高级一些 对吧 这种常规的用法之外 你还想去学一些更6的手法 比如说老外说英语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咱们一样 喜欢说类诸如什么3点半啊 3点1克啊之类的 3点1克其实是种奶茶 哦,好喝吗 还可以 我觉得奶味太重了 扯回来扯回来 这个3点1克 绝不是广告植入 我从来没喝过这种奶茶 真的不是啊 那这个3点1克呢 在英文中叫做quarter 一克中就是quarter啊 四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3点半叫做啊 half path three 而3点1克是 a quarter path three 那那个3点45分怎么说呢 为什么要给我老安排 这种四四四十四十的 你有老师练习了好久 咱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听众 你们知道3点45分要怎么说吗 哎,其实小时候 刚刚学英文的时候啊 经常搞不懂两个时间的缩写 一个呢叫上午am 一个叫下午pm 老实记错 不知道什么是a 什么时候是p的 对,我当年还是这样死记的 我就想字母表中呢 a在p的前面 所以a是上午 p是下午 哎呀,有一点聪明啊 不过那个 你现在作为这个当红女主播 是不是能够稍微发挥一下 你的求知精神 来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这两个词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当红女主播 我是当红人民教师 哦,好神圣 灵魂的工程师 园丁啊 我就知道要解释这种意思啊 其实呢 它的原型 这个am和pm 分别是anti-meridian 和post-meridian 午前和午后 meridian 哎呀,好梦幻的一个词 它怎么拼的呢 m-e-r-i-d-i-e-m meridian 就是我们说的正午了 是的 anti的意思是在什么之前 而post的呢 是指在什么之后 所以这里可以理解为 午前午后 上午和下午 比如说 1pm 就是下午的一点 3am 上午三点 也就是凌晨三点 嗯,然后看凌晨三点的太阳 起来读英文 听早安英文 感觉特别好 我们零上三点还没有发出来呢 可以听昨天的吗 好,可以可以 说到这个时间呢 我以前还出过一个大仰相 太开心了 赶紧来听听看 柯柯老师的黑历史 好假 来听一听 柯柯老师的黑历史 这是深夜电台 那个时候呢 我比较习惯英式的时间格式 那好好说话 英国写时间呢 时间是这个日月年 比如说2016年 5月13日 它就会写成13 5 2016 嗯,这个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呢会写成月日年 是的 就正好不太一样了 那我可能平时不是很习惯这点 那前两年回家的时候呢 我看见家里冰箱里有一块黄油 上面写的是 到期时间512 2014 我感觉 哎,12月才过期啊 我就拿去抹面包了 结果呢 呃,那块黄油上 其实写的是美国时间 你应该知道结局了 太好了 是不是太好了 拉肚子了吗 还好没出什么事啊 一个多月前就过期了 但是当时生产质量可能比较好 就没有出什么事 哎呀 人没事就好 对 相信自己的潜能 没有问题的 最后呀 还有一个世纪大难题 是什么呀 好,谢谢 谢谢捧场 这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借词 比如说 有的时候我们说出生 我出生在2月 我用的是in I was born in February 但是如果具体到某一天 某一天之内就用on了 I was born on 27 February 我出生在2月27日 掐指一算 柯柯老师 你是双鱼座 好,你是摩羯男 不跑题啊 那跟这个时间有关的借词呢 其实可以分为三类 on, in, at 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in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用 I wa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我早上起得很早 这就是我的真实的写照 起得早 人有状态 不知道为什么习惯性的 想冷笑 仔细想好像是真的 这里呢 咱们就这个in 指的是一般的一段时间 平时早上起得早 用in, in the morning 对 那什么时候用这个on呢 举个例子啊 I woke up early on Sunday morning 我上周日起得挺早的 是的 尼尔老师呢 上周日去拜访了 他的前辈 他的祖宗 他的刘少奇先生的故乡啊 这个地方用on 祖宗好可怕啊 指一个不说不好题啊 好 指一个特定的时间段 用on 比如说上周日的早晨 就是一个特定的一段时间 那什么时候用at呢 再来举一个小例子 I woke up early at six this morning 我今天早上六点就起来了 six啊 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具体的六点钟 那么如果我们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而不是时间段 咱们就用at 记住这三个句子 可以帮你区分这三个戒字 好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表达呢 就聊到这里 来给大家总结 我们今天所学的英文表达 第一个 two to two 两点 差两分 number two a quarter past three 三点一刻 number three half past three 三点半 number four anti meridian 五前 number five post meridian 五后 number six I was born in February 我出生在二月 number seven I was born on 27th February 我出生在二月二十七日 number eight I wa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我平时早上起得早 number nine I woke up early on Sunday morning 我上周日起得挺早 number ten I woke up early at six this morning 我今早六点 就早起了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柯柯 我是Nio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